欢迎收看外貿协会经贸航海王的特别节目PART2 我是继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BOBOBO 我是超级期待这集内容的Lita 哎波波你知道什么有这么期待吗 为什么 因为啊我们这集即将为大家揭秘 有庞大潜在商机的市场哦 包含欧洲和中国市场的最新趋势 还会介绍中东非洲这个很值得关注的新兴主力市场哦 想知道想要创造新商机的各位 一定不要错过 哇那有看这集的观众朋友想必又会是收获满满啦 那我们现在就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特别主持人Tony 嗨大家好 还有我们今天三位市场打演来到现场的欢迎 好的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把现场交给 Tony 上一集那个Tiffany呢分享了这个 俄乌战争疫情还有通膨生息的这些重大的影响 我相信对欧洲呢未来一定有很大的冲击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个对欧洲非常有研究的 Rachel来为我们解说一下 俄乌战争呢不但带来地缘政治的影响 也让粮食通膨能源危机等等 成为欧洲2022年的关键字以及关注重点哦 但是危机当中也带着转机 因为能源危机加速了欧洲去推动绿色能源转型 并且让欧盟在去年推出了Power EU政策 希望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因此呢未来不管在绿能电动车 永续消费以及绿色制造等等 这些节能减碳相关的议题 我们都要持续关注它的商机哦 蕾雪讲得很好啊 所以这样听起来 这个欧洲对我们未来的商机很大哦 是啊 大家可能会认为这样子的绿色议题 离我们日常生活还相当有距离 其实不然哦 例如总部在荷兰 然后在台湾研发盛技的Fairphone这款手机 它是号称史上最绿的 Tony知道它有哪些环保特色吗 这个手机我刚好知道 那因为荷兰人很重视这个环保 所以2013年这家公司成立的时候 它的目的就是ESG 那它的外壳呢是这个再生材料制造的 然后呢它的内部的金属啊 都是这种公平贸易生产的金属 最特别的就是它的模组化设计 你可以自己换零件 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它还有 这个回收的服务 嗯 没错 不愧是Tony 再次提醒大家呢 一定要去注意这股绿色浪潮底下的永续议题哦 包括二零五零近零排碳 ESG 等等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欧盟今年就要推出碳边境调整机制了 那从上游的水泥原物料到下游的钢铁制 螺丝螺帽等等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以及规范哦 所以这个做国际贸易一定要很注意 而且要遵守各国的最新规定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啦 我们会带领大家一起前进欧洲去了解 说到前进欧洲呢 我想先跟大家介绍 EEN 这个平台 那 EEN 是由欧盟对中小企业 所推出的一个线上合作机制 外贸协会在贸易局的指导下呢 跟公园院电电工会呢 我们也联合申请了 EEN Taiwan Contact Point 这个联络点 那透过这个联络点呢 让我国的企业呢 也可以运用这样子的一个线上平台呢 链接跟欧洲企业的技术啊 商业合作等等 而且它是完全免费的哦 所以我强力推荐大家要多多去应用 那接着呢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中东欧市场 那中东欧呢 它本身就是欧盟的电子支通讯 汽车以及机械的一个制造重等 在产业政策上面呢 它是完全紧随着CEO的绿色政策的 那再加上呢 目前有两大的时空背景因素 首先是 现在全球供应链正在进行重组 有长链走向短链的趋势 因此中东欧在地理位置上面呢 有极佳的优势 其次则是 近年来呢 不管是立陶宛 斯洛伐克 捷克等等 许多中东欧的国家 跟台湾的外交关系都相当不错哦 因此官方与民间的互动都相当的热络 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氛围底下 我觉得今年真的是大家前进一个欧洲最好的 中东欧一个最好的时机 那说到中东欧 这个跟我们非常麻吉的 立陶宛也在那里哦 是啊 当然了我们也没有忘记 立陶宛跟台湾的一个深厚的交情 持续近两年来 台湾跟立陶宛 不管在官方或者在民间都有相当热络的互动 那去年外贸协会不但成立了 立陶宛商品展示中心 我们也办理了立陶宛生活节 我们多次接待立国的访团 也办理了许多的贸易洽谈会 那今年呢我们会持续加码哦 我们除了邀请立国今年二月 主团来台采购跟技术合作之外呢 我们也规划带领五国的业者 前进立陶宛进行更多的商业 与技术合作洽谈 那我们的目标呢 是希望带领台湾的业者 以立陶宛为前哨战 共同抢进欧盟市场 这个说到中东欧这个市场 我知道我们今年会组这个中东欧团 到这个东欧的这个四个国家嘛 那包括了有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匈牙利 还有一个波兰 那这个波兰呢 我们会在波兰的华沙 第一次办这个台湾州的活动 那除了这个传统的拓销以外呢 我们还会有这个文化观光 还有美食的这些交流 那今天很谢谢这个Rachel的分享 谢谢 说到这个交流 除了中东欧以外 中国大陆现在目前这个边境也开放了 那关于中国大陆市场 我想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这个 最了解中国大陆市场的David 来为我们说明一下 没错 中国大陆在睽違三年后 终于正式解封了 因为中国市场非常大 所以台商在中国投资的这些台商 不单是加速很多 而且投资的金额也相当大 目前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 因为三年疫情的风控影响 导致各产业的生产供应链 及物流的失控 因而欧美品牌买主 与台商在布局全球供应链方面的努力 也都不断地持续地在调整中 了解 所以未来我们会持续关注 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的发展 谢谢David的分享 谢谢 那说到新一市场 我们今年在中东非洲 那也都有很多重要的活动 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另外一位专家 就是对中东非洲市场 很有研究的Peter 来为我们大家解说 谢谢Tony 非洲跟中东市场是我们外贸协会 2023年今年的主要市场之一 尤其中东市场 更是重点之重的市场 2020年跟其他国家一样 非洲也因为了乌俄战争的影响 造成了粮食的短缺与危机 但是也是因为战争的影响 多数的非洲国家开始推动了工业化 加速他们更快的速度 进入全球的供应链 那也为了摆脱对原物料材料的出口的依赖 现在也加强本身的加工制造能力 希望力求增加更多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出口 另外过去两年的疫情 也造成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产业发展 那就是非洲数位化的快速发展 没有错 这个数位经济的 这个是这几年 这个世界很重要的议题 那非洲呢 它也快速的发展 那连这个Google啊 Facebook啊 都不敢忽视 过去两年的疫情 部分的非洲国家已经开始提倡电子支付 以减少使用现金带来的肢体接触 防止病毒的传播 那由于目前非洲地区更是成为全球电子商务产业重视的新兴市场 例如美商Visa公司呢 就在美非峰会期间呢 宣布了要在五年之内投资十亿美元 以协助跟加快非洲的电子支付跟数位经济的发展哦 没有错哦 说到这个电子支付啊 我在这边补充一下 事实上电子支付最早成功的这个国家 是在非洲 以这个马拉松啊 这个文明的这个肯亚 那他们 但是他们这个电子支付的工具 不是智慧型手机 而是呢 我们这个传统的 这个几乎已经淘汰的这种手机 那肯亚事实上在2007年啊 他就成立了这个公司 是新创公司 然后他推出的这个服务叫M-PESA 那这M-PESA这个支付方式呢 后来也变成中国大陆支付宝哦 又依照这个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那这个当时啊 这个世界美国很有名的财新杂志 把它列为是全世界这个影响 最影响50大的产品 最有影响力的这个产品之一 那德国的那个明镜周刊呢 也把这个非洲的肯亚 称为这个热带的草原戏骨 所以呢非洲的这个数位的这个经济的实力啊 其实我们也不能忽视 那Google呢他也宣布 他未来五年他要投资这个十亿美元 在非洲的数位转型 他们研究说非洲未来五年呢 会增加三亿的这个使用网络的人口 里面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那这些这个年轻人里面呢 会产生很多有创造力 然后也有这个新创的这些公司 那比方说在非洲未来的 像远端医疗 在远端学习啊 都有很大的商机 那说到这个 非洲的数位的经济啊 数位的商机 那台湾在这方面啊 一直都很不错 那不晓得我们有什么协助的方式 对这个问题说的 问得很好啊 如何前进非洲市场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跟着我们外贸协会走 我们今年外贸协会 已经规划好了三个 贸易拓销团前往非洲 总共13个国家进行拓销 那台湾企业呢 不仅有机会可以直接到 当地考察市场的商机之外 更可以拜访潜在的买主 最重要的是 可以透过外贸协会的外馆 安排一对一的贸易洽谈会 绝对最是最省时省事 最方便的拓销方式 另外呢 我们今年也会在台湾办理的 在埃及办理台湾州 那此外中东市场 更是我们的主力市场之一 对啊 这个中东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新兴市场 那外贸协会一向都很重视 比方说今年我们会在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亚 成立新的办事处 协助我们的企业加强的拓销 那多数人想到沙烏地阿拉伯 第一个想到就是它石油 那没有错 它的这个石油 这个经济非常的强大 比方说它几年前呢 它的国营石油公司上市 市值一度 这个是世界第一 而且呢 还超过西欧好几个国家 比方说意大利的这个GDP 那可以可见 这个沙烏地的这个石油经济的实力 非常强大 那这几年呢 沙烏地阿 社会越来越开放 比方说女人她可以单独的开车 就释放很多劳动力 那另外呢 这个她也开放娱乐产业 比方说现在可以赛车了 那最重要的是她实施了电子签证以后呢 她鼓励这个观光旅游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她为了减少对石油的这个收入的依赖 她发展制造业 特别是在 第一个电动汽车 她的产业链打造 第二个就是民生工业 那这些呢都会产生很大的商机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那还有土耳其 这个是中东啊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土耳其是这些国家里面 它的这个产业 最发达也最多元的 那这个国家号称这个 欧亚大陆的桥梁啊 而的这个千年文明古国 一向都是旅游的胜利 那事实上台湾也调查过 在国境开放以后啊 这个最想去的地方 除了亚洲以外 就是土耳其 但是土耳其它除了旅游之外 大家可能不晓得 就是土耳其它的这个产业 我刚刚前面讲过了 那它我特别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汽车这个工业 因为土耳其 虽然过去它是这个 这个纺织成衣非常发达 但是它这几年转型非常成功 现在土耳其的汽车工业啊 它是已经成为它最大的出口的这个产业 而且呢 它也是世界很主要的这个 汽车制造的代工厂 说不定在台湾开的车 可能就是土耳其制造的 有可能 有可能 那 最重要的就是说 土耳其它不但它代工 它现在还有自己的汽车品牌 而且 已经去参加世界的这个汽车展 主要的汽车展 那特别在电动车的发展 它也非常积极 那因为土耳其发展的汽车工业啊 所以土耳其的 对工具机的需求也很大 所以它也是我们工具机 第三大的出口市场 所以你看重不重要 哦 真的很重要啊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白色的家电 土耳其呢它在家电也很强哦 它特别是白色 就是白色家电我们在讲的 电冰箱啊 这个烤箱这些东西 它是世界啊 第二大的出口国 那这些产业呢都跟欧盟的链接很深哦 那对于我们台湾的企业来讲 在全球布局上面 也是可以加强合作的地方哦 那说了这么多哦 我想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对这个这些市场 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没错那就是刚刚提到的 三团的脱销团的中东的海企链团之一 这个活动呢是瞄准的 沙烏地阿拉伯2030年的愿景计划 及土耳其的潜在市场商机 那中东南海旗舰团呢 将会由我们外贸协会的 詹姆士董事长 亲自邻居到 沙烏地阿拉伯及土耳其拓展商机 那中东南海旗舰团呢 更会邀请了台湾最优秀的 智慧城市、电动车、生技医疗等 相关研发业者参加 并分别在沙烏地阿拉伯 跟土耳其办理台湾科技日 来展现台湾产业科技的坚强实力 同时我们也会安排参访两国的指标性龙头企业 不仅让我商有机会 跟当地的企业进行交流之外 也可以更加深进一步 对中东国家的民俗风情的了解 那听起来是非常的精彩 那非常谢谢Peter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Tony 哇 没想到中东南海旗舰团 不只名字响亮 连内容都很吸引人 害我都想跟着一起抱团了 真的 听完了Tony和达人们分享这么多 让我们对2023年的市场 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对全新的一年也是充满了希望呢 可惜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我们节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该是时候跟大家说拜拜了 没错 可是Lita 如果还有更多想要更深入了解的话 该怎么办呢 那还不简单 只要随时收听我们外貌协会的 线上Podcast经贸航海王 就可以获得你想要的市场资讯哦 是的 不管是时下最热门的话题趋势 或是一国道地的风俗民情 我们都准备了满满的干货 等着来跟各位好朋友来分享哦 随时掌握才不会漏掉最新的资讯哦 没错 最后的最后来麻烦导播中间一下 来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因为目前的你们记得帮我们按赞 加订阅 还有开启我们卖鞋频道的小频道哦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终结束了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